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我是老病来啊欢迎来到中华阵线 F16黑匣子讯号已经找到在台湾的花莲的外海 距岸不远处已经发现黑匣子讯号 那OK这架飞机已经找到 我昨天已经说过 我说我昨天晚上怎么说的 我说到明天或者后天就可以发现了 这个东西不是我随便说说的 而是科学科学科学 因为从这个距离上来算 你这种SC7这种飞机 包括它的这个船 都在探这个金属探这个讯号 黑匣子有这个讯号 这是很正常的 它找到了黑匣子讯号 那么差不多就该打捞上来了 那现在我跟大家念一念 一架F16战机本周二晚进行飞行训练时突然失联 台湾国防部表示 已经探得失联飞机黑匣子讯号 那这个救援人员正在全面搜索 台湾国防部长颜德发表 本周四表示 在距离岸不远处收到失联F16战机飞行资料记录器讯号 这个叫做俗称这个黑匣子 以委托打捞公司进行打捞 战机失联已经超过40个小时 台湾中央社报 严格发生在立法院表示 目前共动有25架式飞机34艘船舰日以 就是日以继续搜索 打捞船已抵达花莲港 将出海探测水下设影 如果有确认就立即打捞 也持续全范围沿岸搜寻 希望尽快巡获这架F16 那么这架F16在周六夜航训练 起飞两分钟后光点从雷达上消失 飞行员蒋正志至今生死未卜 周三晚间的记者会上 台湾空军司令员雄后基表示 根据初步调查 初步认为机械故障可能性低 你一次空间迷向 这个其实不是空间迷向了 不明原因光束 我说过电磁脉冲炸弹过来搞他的 现在呢就是说台湾这边 已经是全部都已经停飞了 全部都已经停飞 这个所谓的这个F16 那现在我说过台湾的防空几乎为零 那IDF经国号这种战机 这个战机他 就是说我已经说过 你去那种飞机陈列馆 应该是放在飞机陈列馆 去看这个飞机的 所以说台湾现在没有防空 那现在我跟各位讲 大陆做的事情是什么 大陆做的事情是 我在台湾的东部 这边也一直在闹台 这个从政治上和军事上来讲 就是要把台湾内海化 把台湾给内海化 是这样的一个作用 那现在在闹台 让台湾进入到全岛的一种 紧张状态当中去 所以说这架飞机 我跟各位讲了 这架飞机事故没那么简单的 从种种迹象表明解放军出手 那我为什么一开始 我就排斥跟驳斥 这种所谓的飞机到大陆 来投诚这样的言论 我非常反感这样的言论 因为大家就知道 即使你说出来 说他来投诚 对不对 但是你也告诉我 你也告诉莱尔 是怎么样的一个逻辑 就是怎么样一个逻辑 测算出来的 拿出事实科学依据 来告诉大家 这个飞机到底是怎么样 飞到大陆去的 你要用军事上的术语 告诉我这个飞机 它是飞的是什么轨道 是什么轨迹 从哪边 从台湾本岛飞 还是从台湾北部飞 到福建去的 你告诉我 那 对吧 解放军雷达兵在干嘛 吃素的 是不是 还是说中国的防空 包括这个海防 包括陆基的防空 都是狗屎吗 那这个简直就是说 这样的言论简直就是说 对中国大陆解放军的一种 非常大的一种侮辱 那同时 网传的东西 我说过 还有刚刚有人 还在相信这种东西 还在给我发过来 说 那个飞机啊 有鼻子有眼的 说已经停在了这个 这个下 说 厦门航班大面积延误 说已经停在了厦门的 那个飞机跑道上 我说 我一看那个 那个就不是高级机场吗 我高级机场我也去过 我也不知道吗 我一看这个图片 我说 我说大哥 拜托 我说 我说 这个照片 就是在台湾 他自己的基地 网上找到网图 说厦门大面积延误 扯淡 厦门大面积延误 自己去看 Flyradar 24 你自己去看嘛 这个全球的飞机的 这个 这个就是雷达 飞机雷达 这个APP 自己去看 对这个飞机 这个很密集的 它都在那边 没有什么 所谓的这个 来 所以我跟各位讲 我们做事情 或者看一个问题 一定要有科学 为什么中国 为什么马克思共产主义 对吧 有的人天天在维护 马克思共产主义 但他从来都不知道 马克思共产主义 一直有一种方法 叫做辩证法 也从来都不会说去 相信这个唯物主义 相信这个科学 科学的力量 是不是 当我们自己都变得 听信谣言的话 我觉得我们坐在 今天这个位置上面 对吧 为大家来服务 我觉得真的是 蛮丢人的一件事情 真的是非常丢人的 一个事情 那你就很紧张 对吧 你告诉我 像以前 像我们原来跟刘铁侠 我们做 这个马航的这个事情 抱歉 我们就说 就算大家不相信 对吧 就算有一部分人不相信 但是我也可以说 我们也可以说 特别是当时 那个谁刘铁侠 他也可以讲出来说 这个飞机 他有一套自己的逻辑 来推论 最后 怎么样飞到这个 叠戈加西 目前全球的科技手段 政治因素 等等 主要就是科技手段 然后怎么样来操纵他 他失踪了 是到底怎么一回事 这个里面 有可以推论的东西 太多了 对吧 但是说你至少说 有推论的这个过程 有论证的这个过程 但是 他有的人 他没有这个论证的过程 他也在那个里面讲 哎呀 一讲 谁让无所谓 反正都跟那个纽约 那个大光头一样的 反正就这样一讲 也无所谓 也不用负责任 也不用出来 跟大家来道歉 什么的 对不对 反正这个网络上的网友 一两天就忘了这个事情 对吧 是不是 每天就一句 像GTA5里面 一句经典的话讲 这个 你每天都忘记 成千少万件时期 为什么不忘记这一件 然后可以就这种话 所以我跟各位讲 现在 这架飞机 肯定是我昨天就说了 对吧 老命来要这一系列 来跟大家来报道的事情 一个一个都在成真了 对不对 所以我跟各位讲 这架飞机 这架飞机 绝对就是解放军干掉的 解放军 我告诉各位 习近平现在 不是 他早就已 在攻了 有手转攻的一个过程当中 同时要知道 你对台湾问题 你天天说 发表这个文件 那个文件 天天抗议 抗议 抗议 在下 那没人怕你的 你国防部天天讲 弄死你 当头一棒 会让你付出代价 你天天这样讲 讲多了 对吧 就像狼狼的故事 人家就不怕了 对吧 很多网友 也可以跟人认为 这个飞机 不可能解放军干 我跟各位讲 就是要给他们 一个颜色看 你看好 这架飞机 它 它到这打算来 我现在又可以做一个预言 它打捞上来 它肯定 不会说是什么机械故障 但是它一定会 会讲不清楚 它会讲多种理由 它讲不清楚 这些到底是什么样 它这个事故原因 它都根本就没办法调查清楚 它不会 不敢给你调查清楚 不敢给你调查清楚 机械故障 扯淡吗 F16 我告诉你 再飞十年 二十年 都不会有机械故障 为什么 我跟各位讲 你对于飞机 它不像汽车 你一架汽车 你部队里的保养 跟外面的保养 能一样吗 能一样吗 你台湾的保养再烂 能烂到哪里去 对吧 现在我跟各位讲 台湾基本上就是被大陆锁定了 不跟你开玩笑 不跟你开任何的玩笑 下一次这种事情越来越多了 我跟各位讲 每天解放军的军机 都连续的在飞 连续的在飞 现在就是说什么 已经在把台湾 给搞怕掉了 我跟各位讲 美国它有一种战略 叫做 叫做这个 那个战略的政治术语 我忘记叫什么 我创建忘记了 但是它的意思就是说 比如说对苏联 他用星球大弹 里根用星球大弹计划 对吧 那苏联也跟他一样 去发展这个武器装备 那就把它给搞垮掉了 那这个国防开支 占GDP的25% 对不对 好 那到了这边 他对中国所谓的 奥巴马提出的 从海亚大战略 空海一体战 现在他也是用这种方法 要来搞垮这个中国 但中国 对 确实也在跟他一样 在搞相应的这种部队 对吧 我的网络军 太空军都要搞 但这个没办法 这个是未来的趋势 未来的趋势 但是中国并没有说 我大规模的去发展 核动力航空武器 或者说我大规模的 去发动战争 或者怎么怎么样 真的没有 但是如果大陆现在对台湾 就是要用这种方式 我每天来飞你 我每天我跟你讲 我用这种方式来搞你 我让你台湾去买武器 你现在的台湾 你让民进党 他拉下真是清单出来 国防开支 可以说占到国民开支的 五分之一 四分之一了 他采购这么多武器 占比是非常大的 这个国防还是不是说 你买了这些武器 也不是说你的军费 而是说你消耗的 这个能力 物力 财力 和影响这个社会 整整整整 这种政治因素 全部都放进去以后 去看着耗掉你台湾 五分之一的国力 说不是国力 就是省力 所以中国大陆 现在一直都在做这个事情 就是在耗死你 打台湾之前 必先穷台 但穷台 不是说怕经济给你断掉了 就是我就是来耗 天天来耗你 天天没事 有事去兜一圈 每天常态化的巡航 我中国这种常态化的巡航 把这个地图包围在我的范围之内 就是一种常态化 形成习惯 养成习惯 养成消费习惯 所以说台湾 把这些空军飞行员 这些乱七八糟的 我说过 北京不会对你这么仁慈 不会放过你的 该出手就会出手 该搞你就会搞你 不会给你 喘息的机会 你现在刚刚在这边喘息 是吧 下一步马上就要过来了 马上就过来 现在F16都不敢飞 我跟各位讲 F16 他讲是讲 检修不敢飞 其实是 怕再次被干掉 再次被干掉 台湾实力不是没有了吗 他飞机不是一天吗 喜欢藏在什么加山机 空军基地吗 现在他就用什么 经过号这种飞机去飞 知道吧 所谓的出来训练 常规训练 狗屁常规训练 天天你飞都来不及 常规训练 不过 对 也是教训练 也是教训练 上天上去 拦截解放军战机 也是训练 对 这也是训练 对 没错 可以这样讲 可以这样讲 所以说 这架飞机 是的 这个 说句实话 海水里很冷 蒋正治同志 在海水里泡了这么久 真的一定要举行国葬仪式 台湾要举行国葬仪式 上次F51飞行员 几乎等于说是半国葬 蒋正治一定要举行国葬 这样才能告为他的亡灵 否则的话 你那片海域的船过去 飞机过去 都会神秘的出世 渔船也会被掀翻掉 怨气太大 怨气太大 海底下呆了两三天 飞行员现在是 说是说生死未卜 但是说真的是生死未卜 说在经典 真的太对不起人家飞行员了 你看你蔡英文上来 你们干了什么事 干了一些都是些什么事情 让自己的这个审民 岛民不断的牺牲 不断的变成 变成这个 是吧 水鬼 怎么办 怎么办 台湾你们已经准备好 跟民进党共同进退了吗 我现在就想问一下 你们到底有没有准备好 要跟民进党共同进退 如果没有准备好的话 我奉劝你们 还是打下这个念头吧 老老实实 财务自由 是第一位的 狗逼言论自由 言论自由个屁 言论自由 自由民主 中天都被你们干掉了 一言堂 是吧 一言堂可以 马上就要被灭掉了 感谢各位收看 我是老闭娘 喜欢的点赞订阅 谢谢各位支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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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